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IOH讲座 首先先感谢HPX社群创办人蔡明哲先生给大家的一句话 面对多边的未来记得要保持好奇与勇气,就会让你获得更多的乐趣 那这是我的目录,会为大家讲一下我在清大化学的一些求学历程 还有一些参与的课外活动这样 那我是目前就读于清大化学系大三的黄敬兰 我对自己的定义其实是一个冲动但习惯性规划 一旦决定就会坚持到底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后面会慢慢跟大家解释 那我来自台北约于台北的师大附中 附中是一个社团风气兴盛,校风相对自由开放的学校 有很多的像是社团啊,联会啊,还有班级活动可供选择 那我们有一句地下小讯就是能K能玩 但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在高中时期没有做得很好 所以从高中经由三类指考的管道到了大学之后 我一直在思考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能K能玩的人 那我自己的个性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做得在说的人 因为我觉得我有亲身体验过你才有办法去评判一件事物的好与坏 也才能在一次次的挑战中去明白自己的极限还有爱好到底是什么 不做不会怎么样做的很不一样 那也因为自己冲动的性格常会为自己累积很多的活动还有工作 所以我就也养成了凡事都要事先规划的习惯 那为什么我会来到清淡化学呢? 其实是因为我自己高中的时候蛮喜欢生物还有化学的 就觉得如果可以做一个结合这两个领域的工作 那应该会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那像是制药 所以就一开始就一直以药学还有化学为主要目标 那因为姐姐在国外念书 所以就很想要留在北部就近陪伴家人 然后又不希望自己的学费造成家人太大的负担 所以就一直以北部的公立学校为目标 综合之下之后就来到了清淡化学 那我对自己的期许是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温暖而善良的人 因为我觉得到了大学之后 有更多个人时间选择也多更多 所以其实大家的关系不如国高中那么紧密 所以我希望在大家遭遇各自的困难的时候 可以给予对方及时的鼓励还有安慰 然后在自己经历低潮的时候 也可以莫忘初衷坚持着正向的信念 那这个讲座希望可以为大家介绍大学生活的不同面貌 就是其实除了读书以外还有更多的选择 那先来介绍一下自己的学校 就是我自己觉得清淡是一个颇多难多理工科系多的学校 那我们学校的位置的话有分成在光复路的校本部 还有在市区的南大校区 那校本部的话就是比较多理工然后还有文科系这样子 然后南大校区的比较多一些艺术设计啊还有教育学科 那清淡校本部的好处就是临近竹科 我们常说就是清淡交大还有竹科 其实就是一个一条龙的生产线 就是竹科其实为清淡的理工人才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 那其实清淡本身交通也还算方便就是骑车到市区只要15分钟 然后校门口本身也有客运站到台北台中都很方便 那缺点大概就是公车班次较少而且通常会绕远路 所以建议大家来这里还是可以考个驾照 那接下来是清淡的食衣住行 那大家对于新竹的印象可能就是哦就是一个美食沙漠 但其实我觉得不完全啦就是清淡本身除了学餐可供选择以外 其实还有学校对面的清淡夜市啊还有市区的火车站城隍庙 都有很多的精致小店还有道地小吃可供选择 那清淡本身自己习惯称宿舍为斋 那大一大二有保障住宿可以借此机会认识来自不同科系的人 那像我自己的室友本身就是来自生科中文还有经济 就是交流之下常会碰撞出很多不一样的火花 那虽然清淡的宿舍相对来说比较老旧一点 不是每一栋都有点梯但考量价格之后其实CP值还是蛮高的 那大三大四没有抽到宿舍其实也没有关系 学校对面有很多的国宅可以提供校外租的服务 那因为清淡本身泼很多所以其实不太建议大家骑脚踏车 可以到特定站点搭乘校园巴士 或者是可能人比较多要吃家具的时候就可以搭黑车 那黑车其实就是类似新竹的Uber这样子 那当然有摩托车是最好的啦 那其实清淡的人啊平常就是可能没事 就会去市区的巨城或者是搭公车到南辽 或者甚至是搭火车到内湾 那有摩托车的话就可以到更远的地方 像清清草原或星月沙滩等等的 那清淡本身的地理特色就是一半以上都是山坡地的 从光复路平地的北门走到就是山上就是宝山路的南门 至少走路半个小时 其实校区蛮大的 那它本身也很衣山傍水有三大湖 像是成功湖、相思湖还有昆明湖 那生日的时候寿星通常会被丢成功湖 然后相思湖因为靠近后山所以有很多的鬼故事 那如果想要见走的话十八间山也是你的好选择 那校区分布的话校本部本身山下比较多理工科系 然后山上的话就是比较多像生科院啊 还有科管院这些衣三类的科系这样子 那因为清交两校的校区很近 所以有一条小路相通 那比较有趣的是就是清大到交大 就是称这条路为清交小近 然后从交大到清大 就是称这条路为交亲小近这样子 那清大也有不少校园活动 那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梅竹赛 然后是在每年的二月底举行 然后会有选手职业演唱会作为开场 然后也会搭配就是市区的机车游行进行宣传 还有就是一些就是互相勉励这样子 那它本来其实是清交两校的体育盛事 那近年来也新增了关于梅竹电竞的部分 那接下来是阿特梅契 就是清大艺术季 它是art made的直翻 它是在每年的五月举行 那有搭配的像是工作方啊 讲座啊演唱会啊 还有市集等等 可以多多参与 那还有紫荆记 其实就是类似就是台大的杜鹃花节 然后在每年的四月底五月初举办 然后是一个认识清大各科系的好机会 那关于清大我自己觉得除了医学系以外 本身应该算是一个综合型大学 目前有十个学院 那大家刚进来可能会对于 就是像双组修福系 还有清大特有的双专 常常傻傻的分不清楚 那其实这三个最主要的差别 其实就是它要求的学分数 还有它的一些就是必修科目不太一样 那其中双组修是门槛最高啊 它有成绩限制要GPA3.4以上 那它还要比你的原科系的毕业学分 多修40学分以上 那辅系的话没有成绩门槛 但也要修达20学分以上 那这两个本身有优先选课权 那双专场则没有 那它搭配不同的就是方案 就有不同的学分还有课程要求这样 那讲到双专场就想要介绍一下 清大特有的第一个就是学院学士班 最好分成第一专场跟第二专场 那根据你是不同的学院 就有不同的第一专场可供选择 那第二专场就是全校所有科系任选 那我最近比较特别想讲的是 清华学院学士班就是俗称的不分系 那还提供了体资体保 还有一些外籍生一个入学的管道 那大家可能就想说 除了学院学士班以外 其他人就不能双专场吗 其实是可以的喔 就清大有推出一个跨领域学士班的方案 就是你可以除了原科系的第一专场以外 像学院学士班去休息第二专场 或者是去修两个跨领域的学分学程 那所谓的学分学程 其实就很像大家高中碰到特色课程 就是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喜欢的领域 像是可能创新创意学程 或生物科技学程等等的 然后按照他们所要求的科目去安排修课 那他每一个学程大概是15学分左右 那你也可以是去修另一个科系的专业课程15学分 再搭配一个学分学程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想要介绍一下自己的科系 那我觉得化学系是一个基础 重视基础科学像是物理还有数学 那他除了理论以外 其实实验也很重要 那大家对于化学的刻板印象常常会听到 啊这个东西化学的不要吃啦 化学在五行中常变成一个负面的啊 或者是不好的形容词 但我想说的其实是 Life is chemistry 你之所以可以活到现在 其实你的身体每天都在进行成千上万的化学反应 化学不应该是一个形容词 而是一个世界运行的方式 那化学系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四大主课的部分 包含有机物化、无机还有分析的部分 那其中讲到有机就必须提提什么是有机化合物啦 有机化合物其实就是所谓的寒碳化合物 那也是大家国高中比较常接触的领域 那我觉得跟就是国高中就是单纯的记忆和背诵不同的是 大学更着重的是理解的部分 像是一个化合物它到底是经由什么样的反应途径合成出来 那它又有什么样的性质还有特别之处 那物理化学就是大家可能对于来到化学系的认知就是 我就再也不用碰物理和数学了 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物理化学本身就是用物理的理论还有公式 像是F等于MA啊或者是P等于F3A等等的 然后搭配大量的数学运算去理解像是分子的运动 或者是流体力学等等的 那接下来是无机化学 其实就是除了有机化合物以外都会归在这一个领域 像是金属间结啊原子结构晶体结构等等的 那最后就是分析化学 我自己觉得这是四大组K里面最实用的技能了 因为它教你的是当你拿到一笔实验数据的时候 你该怎么样去分析然后你的物差又要去怎么计算 或者是当你遇到一个仪器的时候 你该如何去操作那它背后原理又是什么 然后上下学期通常会分成古典分析还有仪器分析这样子 那接下来除了就是理论的四大组科以外 还搭配了实验课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为什么我要修实验课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上课学的理论通常都只是理想状态 你要经由实际的实验操作之后 这样的湿度温度下是不适合的 或者是它的产率可能很低 有很多的副产物等等的 那它就是在做实验前你要写一份预习报告 然后等要做完实验之后你要写一份检讨的结果报告 那它的缺点大概就是课多学分少 以待一的普化实验为例 就是四堂课就只有一学分这样子 那对于化学系来说 还有很重要的一环便是专体研究 那它跟实验课最大的不同就是 不会有老师一步一步的告诉你该怎么做 你必须靠自己去思考或者跟学章接讨论 或者是你自己去查paper 去就是摸索还有设计流程 它是一个完整的主题这样子 那大家可能就想说那我到底要怎么选择实验室呢 那现在以我自己为例 因为我想要走制药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选实验室的时候 就以有机还有生物化学为主要的考量 那我就去看学校网站的介绍 那就选出了一些自己表兴趣的实验室之后 就在大二的寒假 然后去问在那个实验室的学章接 那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 只有在那个环境待过 你才能给出最实用的建议这样子 然后到了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 就开始寄信给教授 那其实老师们也都很好 就会带你参观实验室 然后告诉你他的研究领域到底在做什么这样子 那除了刚刚前面讲的学章接啊 或是直接寄信给老师以外 还可以善用学校的网页 因为像清大化学的官网上面 就有放就是每一个老师实验室的 研究领域的PPT介绍 那还有一门就是大三大四的选修课 就是当代化学论坛 也可以让你认识实验室 然后我后面会讲 那我自己对于选实验室的建议是 就是要多看多听多问 就是不要说就是大家就是进实验室 然后你就也很匆忙的跟着选了一间 因为其实实验室的 除了他的研究领域是你有兴趣的以外 还要考量到可能整个实验室的氛围啊 或者他的作息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而不要就是进去之后 发现自己没有兴趣 反而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那大家对于实验的可能印象就是 像高中一样可能经常有D定啊 或者是可能很简单 就A加B直接变成C这样子 但以有机实验为例 就是常常不是说你 就是一步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产物 而是你可能需要经过很多步的反应 然后在每一步和每一步的反应之间呢 你的产物可能又需要经过一些存化的步骤 像是可能萃取啊 或者是可能再结晶 然后还有抽虑等等的 那经过这些存化步骤之后 你又要看你的产物的状况到底怎么样 所以你又需要去经过一些测试 所以其实整个过程是比想像中繁杂的 那我自己进了实验室之后最大的收获 大概就是逻辑思考的部分 因为其实实验不是每次都会成功 所以当你失败的时候 你就要去思考我为什么会失败 那我的反应可以怎么样改良会更好 你就要自己去查一些就是网络的资料啊 或者是跟有经验的人讨论 那因为进了实验室之后 其实除了专题以外 你还有课业甚至是一些课外活动要顾 所以也很考量就是你的时间分配的能力 然后就像前面说的 就不是每一次实验都会成功 甚至失败是常态 所以在这些低潮还有沮丧的过程中 你要学会跟自己对话还有调试 那帮大家整理一下 就是其实大一刚进来就是会有一些基础科目 像是普物普化微积分 然后对应的普物实验普化实验 然后大家就开始有一些专业科目的进入 像是有机物化 还有对应的数学课程 像是应用数学还有化学数学 那大三就是有专题之后呢 就会搭配loading相对轻一点的 无机跟分析 还有大量的细选修 像是生物化学导论啊 或者是材料化学导论等等的 那到大四周就要开始思考自己 到底要继续进修念研究所呢 还是要就业 所以搭配的课程就是书报讨论部分 那我自己建议就是化学系四年的修课 可以这样安排 就是你可能大学刚进来的时候 可以称英文能力最好的时候 赶快把英文毕业门槛考过 然后大一进来就是虽然可能学分数比较多 但就是其实每一课loading都比较轻 所以可以去多修一点通试课啊 还有第二外语的部分 然后升大二的暑假可以多去参与一些 可能系上的营兑活动或是志工 然后也可以就是为了就是大二的 就是有机物化做准备 可以先读有机化学天堂秘籍 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大二的有机物化 我个人觉得是loading最重的一年 所以其实学分数可以修的少一点这样子 那大二的寒假就可以开始打听实验室 大二一下确定自己带要走哪一个领域 然后升大三的暑假基本上就是在实验室度过 就是学习一些实验技巧 还有确定你的专题题目这样子 那到了大三一整年呢 就是除了做专题以外 然后还有无机分析 其实也开始出现很多的细选修可以选择 所以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领域去搭配修课 然后升大四的就是暑假就是冲刺专题的最后时间 也可以趁这个时间 赶快把你的专题的推增报告写一写 然后在大四的十月开始进行推增还有面试 然后因为整个大四的话 必修课其实只有书包 所以也可以去修一些自己真正有兴趣的科目 那我自己觉得化学系的系所资源 就有多到数不完的奖学金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贵乙中心 那奖学金里面我特别想讲的是水木奖学金的部分 因为其实清大化学在每一年都会针对高中生举办一个 就是清华贝尔化学竞赛 那如果你有得名又刚好来念清大化学的话 当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 就是其实你只要学期成绩 就是维持在前50% 然后你就又可以 你就拿出你的就是你得名的证明 然后你就可以去申请就是水木奖学金 那奖金金额达到三万元喔 然后每个年级有八个名额 所以其实蛮有机会的 那接下来是贵乙中心 就是它的全名其实是贵重仪器中心 因为除了就是实验室会有自己的一些基本仪器以外 有时候你可能要分析就是你合出来的物质 它的结构或者它的特性等等的 实验室的仪器其实不太够用 所以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那它就有很多的公用仪器设备 像是NMR或X光绕摄影 就可以去分析这样子 那大家可能会对于化学和化工带有什么差别 抱持了很大的疑问 那我自己觉得化学的话 它比较着重的是化合物的合成和研发 所以它的每次是比较少量 而且是针对实验室来进行 那化工的话它是在想说我要怎么样 用一个最顺畅的流程最经济的方式 合出大量的化合物 它主要针对环境其实是工厂 那这两个科系其实在就是大二以前 有很多的共同必修 像是有机啊物化啊 但就是到了大三以后就会开始分流 就是化学可能还是比较偏重基础理论的部分 但化工的话可能就会有比较多的工厂师做 像是可能单元操作或者程序设计这样子 那大家可能大学毕业之后就会开始思考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到研究所呢 那其实主要就是分成推证还有考试 那推证的话其实就类似学测申请 就是利用你就是大三大四所做的专题报告去取得你的入学门槛 然后如果你的成绩够好 其实你搞不好可以直接进取 就是不用经过面试 但如果成绩没有那么好 其实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透过面试取得入学资格也是OK的 那考试的话其实就是类似指考 那我这边特别想讲的是台大还有台联大系统 我学校的志愿都能填 但他的缺点就是因为他每年的考题是四个学校轮流出题 所以他的难易度比较不稳定 那台大的话他就是独立找考 那可能这两个系统他们每年的学生族群比较相像 所以他们会就是为了逼你做出选择 就是把考试定在同一天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那我化学系念完 我未来到底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那我分成以下几个部分讨论 那第一个就是基础研究的部分 就是你大学念完可以去进修 像是念硕博班做博士后研究 那你之后就可以去当像是中研院的研究助理 或者是在学校当教授 实验课讲师或者是助教等等的 那工业制造的话像是生活中的高分子聚合物 塑胶还有食品加工跟制药都和化学脱离不了关系 像是你的药物的合成或者是你一个疫苗的就是制造 都和化学有关 那接下来是医药保健 就可以到以下几个单位 像是卫生署、药检局、中研院还有医院去工作 因为其实一个药物合成出来啊 那它可能两个化合物结构相似 但它副作用其实差很多 所以药检局就要去检测一批药物 它的可能纯度或者是它的杂质有多少这样子 那医院也需要一些药物的管理人员 那接下来是环境保护的部分 像是一些水质、土壤的检测 或者是你的骨肌开采出来 应该怎么样去维护 其实都需要化学系的帮忙 那最后就是法律专利与公职 像是每个实验室都会有需要采买乙气还有药品的时候 那这时候就需要有相关专业背景的cells 然后还有在食品的加工过程中 你可能有什么 有没有非法添加物啊 或是你防腐剂的含量是不是在 就政府规定的范围之内 然后见识人员就是像可能一个命案现场 有没有血迹也要靠他们的专业知识去鉴定 那我自己在大学目前两年多了 我最印象深刻的课程包含了 就是系上的选秀课 当代化学论坛 就是这门课很有趣 就是系上会邀请就是每个实验室的教授 另外一个小时的时间分享他们实验室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其实是了解每个实验室的好机会 但因为这门课可能怕大家背景知识不够 所以只开放大三大四选修 那因为选实验室是大二嘛 所以其实蛮建议就是大二学弟妹 可以来旁听这一门课的 那自己我很喜欢的通试课是资质通鉴的部分 他不像就是国高中就会要求说 你对于文本的每一字每一句都要很了解 然后或者是他可能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资质通鉴本身比较像是一个说故事的感觉 他会就是希望你去了解说 每个人物他的性格特色是什么 或者是这个作者为什么这一段要这样写 他是有埋着什么小伏笔 那就是大学四年期也很建议大家可以去修个第二外语 就是除了大家可能常听到的就是像是日文 韩文德文西班牙文这些 其实清代有很多其他语言选择 像是泰语啊越南语等等的 那他都有搭配对应的绘画还有写作课程 那他有分成初级中级还有高级 那他随着程度越高开办数会越少 所以要注意有没有和自己的必修课充堂 然后去做安排 那我自己觉得除了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学业的部分以外 他可以多去参与一些课外活动去学习要怎么跟别人相处还有合作这样子 那我自己参与蛮多系上活动的 像是大一的时候我刚进来就有参加就是女兰还有就是羽球的新生杯 然后就是还有参加就是系上的化学之业 就是化学之业本身是一个就是大家一起合作 然后出一系列的表演 然后可以给其他系的来看这样子 那我自己那时候是活动鼓的就是负责跳女舞的部分 那就是大一一整年也担任了系上的系累球经 然后比较有趣的是就是刚好大二这一年就是大话杯是我们学校主办 所以我那时候也负责担任累球场的负责人这样子 那大学三年都有参加迎新素营 那大一当然就是以一个新生的角度啊去认识同学还有学长姐 那到了大二之后就是自己进了活动鼓之后才发现当工人真的很辛苦 就是你要开始考量到你的晚会活动要怎么出啊 然后你的活动的设计流程啊等等 其实很复杂 然后到了大三之后就是被学弟妹邀请回去当假大一 那这也是第一次可以以一个过来人 然后又是学弟妹的视角去看就是台上的人 他们可能就是整个活动流程进行的顺不顺利 或者他们辛苦之处这样子 那这些活动其实共同点对我来说就是挑战未知 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不太会运动 所以我不太会打篮球雨球也有点弱弱的 那我自己又是执张所以其实不太会跳舞 然后在当系累球金钱我根本连累球规则是什么 他到底怎么打我都不知道 然后就是我自己本身又是个性有点小害羞的人 所以其实也很难得可以在赢队里面担任活动的角色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让我一次次的超越自我极限 那接下来是梅足火力班 我自己觉得火力班在梅足赛里面扮演的角色 其实就是一个运动员的后盾 就是当运动员在场上可能失误他们感到挫折的时候 就需要火力班就是拉拉队就是精神抖擞地鼓舞他们 那当初会参加梅足赛其实也是因为室友的邀约 就觉得好不容易来到清大 但要近距离的参与一下梅足赛啊 那我自己觉得梅足赛带给我最大的成长就是突破自我 因为我本身就是像前面讲就是一个有点害羞的人 那第一次就是可以这么尺度无下限的喊出各种口号 像我那时候就还就是模仿了twice的TT 但就是也是因为这个机会让我有就是机会去近距离的体验梅足精神是怎么一回事 那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海外体验的部分 那第一个想跟大家讲的就是马来西亚的国际志工团 那其实我们学校有四个志工团分别的是肯亚、坦上尼亚、马来西亚还有贝里斯这样子 那下面这一句You're sorry my heart 其实就是我们马团的slogan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是因为马团有别于就是大家认知中的可能是去提供资讯教育服务啊 或卫生教育服务等等的 它提供的本身是一个文史记录的角度 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就是实地的走放还有体验他们的生活 然后去记录然后促使他们可以自发性的发动就是社区营造的活动 那当初会来就是马团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在化学系待久之后 常常会是以一个理性思考的模式 那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机会训练自己一些感性的思考角度 然后还有一些文笔的叙述 然后可以就是帮他们记录一些他们自己家乡的特色这样子 那我当初其实是在就是学餐拿到了一纸传单 然后就很冲动就是到了他们的粉丝专业上就是填了面试表单 那经过了这一年之后我觉得其实马团除了专业能力以外更看重的是 你对于这一个团队才在做的事情有没有兴趣 那你了解又有多少 那你自己最喜欢的部分又是哪一个这样子 那我自己在筹备过程中我最印象深刻的其实是围棋十二周的读书会这样 因为我在去马团之前我对马来西亚的印象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经济发达 然后观光业很兴盛的国度 但经过读书会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马来西亚也是一个族群多元的社会 它包含了马来人然后华人还有印度人 那其中华人常会在就是政治还有文化的弱势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其实很特殊也很珍贵 而政府也没有要提供相关的保护措施 也因此就是激发了我更想要为这个地方付出的心情 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出团前后也会到电台去宣传我们的就是团队理念 那因为电台宣传常向是现在是一路到底或者是直播的方式 所以其实很训练自己的临场反应 还有对这个团队的了解程度 那我们到了当地之后就是会进行文章书写的部分 那就需要去经过天野访查 那大家对于天野访查的想法 常常就是一个很严肃要随着报纸的笔记本 然后把就是他们说的每一字每一句认真记录下来 但我自己亲身经验过之后就发现其实天野访查 更像是一个就是聊天的感觉 就是你必须扮演一个聆听者的角度去聆听当地人 到底想要跟你分享的是什么 然后适时的用自己亲身的故事去交换 去收集素材并把他们撰写成文章 那我们发现除了文字记录以外 就是影像更能够感动人心 所以近年其实马团圆开始有一些纪录片拍摄的部分 希望可以用影像传递更多故事 那像是图片中这部分是我们的团圆在记录当地的传统产业 就是探摇业这样 那探摇其实在当地算是一个就是观光景点 但很多人就是来就觉得哇这个建筑好酷啊 他们就走了 但他们其实很多不知道的是这些工人们 他们就是老到的经验 到底探要就是烘烤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一个好探 那要怎么区分每一个探的品质是什么 那他们背后又要耐受的高温到底有多高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我们拍摄的影片去让其他人对这个产业有更多的认识 那接下来是生活地图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这次的服务地点十八丁 它本身算是一个新兴的观光景点 当然我们 所以我们在出团前其实有看过很多相关的邮寄这样 但就觉得他们叙述的都很片面 对于这个地区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以一个外地人的视角去 汇出我们认为就是一些比较印象深刻啊 或者是到这里必去的景点 然后让就是以后其他人可能想要来这个地方 就是旅游的时候可以有最基本的认识这样子 那我本来也是参与这个活动的部分 那经由这趟旅程之后我最印象深刻的其实就是这里的人 因为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他们从事的产业 就是像渔业啊或碳窑业是一个相对就是生活条件比较贫乏的状态 但他们却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他们非常的乐天之命 他反而觉得就是要到就是那些大城市去工作赚大钱 还要看别人的脸色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那海上的话就像他们的银行一样 只要他们愿意付出他们就可以有所收获 那除此之外我对于这边的人情我也很印象深刻 因为其实在台湾可能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告诉你说 不要随便靠近陌生人啊 或者是别人给你东西一定都是有目的性的 所以其实我在台湾其实是有一点冷漠 就我不太会去主动接触人群这样 但到了这里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对你好热情喔 对他们会主动跟你分享他们今天生活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他们钓了几条鱼啊 或者他们会关心你说欸你们最近工作做了怎么样 然后有事没事就会拿了可能今天现捞的海城到你家拜访你 然后给你吃这样子所以其实是非常的亲切的 那除此之外我还就是学会了用人文视角看待这个社会 可能很多人就问我们说为什么就是台湾也有很多地方需要类似的服务 为什么要到马来西亚去 但就是因为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度 所以你必须更认真的就是去观察 然后发挥好奇心去了解一个地区 但也认识了这些地区之后你回到台湾 你就会发现欸其实台湾也有很多类似的事物 是我以前没有发现的 所以就可以更懂得欣赏台湾的文化之美 那最后我最就是最印象就是 深刻跟体悟最深的就是团队合作的部分 因为其实就是这是第一次有机会和一群人 这样朝夕相处然后一起工作30天 所以其实大家在经历工作压力的时候 常常会情绪比较不好啊 或者是可能大家的做事方式不太一样 会需要磨合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学会用更多的耐心 还有包容去对待身边的人这样子 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关于美国自由行的部分 那因为其实在美国念书 所以就想说趁大三的暑假 他工作前去拜访他一下 那我一直以来对美国的想像 就是一个什么都很大的国家 然后科技业发达思想开放 然后是一个大家很向往的国度 那我自己这一次去的目的最想要的就是 去厘清自己以后 到底有没有想要出国念书的打算 那我觉得经历完这趟旅程之后 最大的收获就是突破舒适圈吧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 就是一个人搭长途班机 而且我才第一个班机就遇到delay 所以我后面的都赶不上 你就要学会如何去求助 还有应付这些就是突发状况 然后到了当地之后 就发现自己的英文能力其实没有很好 因为其实我在台湾的英文成立不错 但我到当地就发现 我在跟美国人对话的时候 常常他们的批地话讲我一大串 我都还没有办法get到他们到底说了哪些东西 然后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台湾很不一样 他们不像就是台湾到哪里都有可能公车啊 捷运啊之类的 他们几乎都是开车 然后他们就是一些生活上都会习惯使用信用卡 然后还有给消费这样都需要重新适应 但我觉得最冲击我应该就是时差的部分 因为其实美国和台湾就是时差 就是最少有差到12个小时 所以其实你在这边遇到什么困难 或者是遇到低潮的时候都没有办法那么及时的 获得身旁亲朋好友的关心还有安慰 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 然后当你就是好不愿意在就是身边的台湾人 建立起自己的生活圈的时候 就是如果你可能要去实习啊或工作 你就必须脱离这个居住地 然后就要重新的去适应 然后有时候其实会觉得很孤单 觉得自己很渺小 其实自己在台湾的生活是非常安逸的 那我还记得我在离开美国前一天 和姐姐还有姐姐的朋友一起吃饭 就聊到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想要去美国念书 甚至留在美国又不回来了 那其实是因为这些人就会觉得 以自己的实力在美国 其实可以获得更好的薪资待遇 甚至更好的社会地位 就算这边生活物价有点高 但其实都还在能够负荷的范围之内 但其实这个地方也有很多就是想象不到的缺点 像是可能我们在台湾就是说 医疗体系绑架的医疗人员 但其实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 只是他们的医疗体系是绑架需要的病患 因为他们的医疗业和保险业是紧密相连的 所以当你没有保到对应的保险的时候 你就需要支付非常高额的医疗费用 除此之外因为他们的就是枪支的就是管控 也没有像台湾那么严格 所以其实治安也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我觉得综合之下就是 每个人要不要出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重点是找一个自己喜欢 而且被需要的地方待着就好了 那我自己在大学目前为止的心得和收获包含了 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很珍惜身旁人事物的人 所以这样的性格也常常造就我很容易满足现况 而限制了自我的发展 但我觉得其实知足不一定要等人画地自信 在你不断的挑战自己的过程中 只要记得回头去维系和身旁重要的人的关系 那就够了 所以我觉得勇于尝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其实可以把握大学这个最后的学生生涯 多去尝试一些可能以后不一定有机会体验到的事物 像是可能交换或是志工服务 甚至实习还有系上的应对都可以为自己累积做事的能力还有态度 但在勇于尝试的过程中也要明白 其实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 必须去有所取舍 然后安排每一件事情的轻重缓急量力而为 那在每一次的忙碌中 其实也要学会和自己对话 就是去思考自己在这次的活动或工作中有哪些对与错 哪些做得很好 哪些可以做得更好 去想想自己到底得到或失去了什么 而不是让自己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 就是盲目的忙碌着 那当然在这些尝试的过程中就是 会有经历一些困难或低潮 常常让自己很沮丧 但我很喜欢就是五月天的主唱阿信曾说过一句话 就是年薪最大的本钱便是一无所有 就是应该要趁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激犯 像是可能社会的观感或是工作压力 家庭负担等等的去勇于挑战自己 脱离自己的舒适圈 那就算经历了那些沮丧 但我想说那其实都只是暂时的而已 其实我们人生的路还很长很长 有好多的里程碑要等着我们去跨越呢 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加油